中超最不职业外援,球队阵容不起濒临困境,他却想着要离开中国最近一段时间,自从上海申花在联赛中枢给山东鲁能之后,国内媒体和球迷对上海申花就进行了重点关注,由于上海申花队内的外援瓜林音商进行休养,因此外界对上海申花接下来的赛程也十分的担心。 大家都害怕上海申花,会最近几场比赛丢奔太多,原本以为,在球队阵容不起濒临困境的情况下,这段时间申花队内应该会变得极其的团结,可是,令人感到非常意外的是,近日从国外传来的消息发现,申花有一位球员,不仅没有考虑球队的困境,反而是想着要离开中国。 据巴西媒体环球体育报道,献效力于上海申花的巴拉圭中场球星奥斯卡罗梅罗想离开中超年赛,他希望与他的双胞胎哥哥安赫尔罗梅罗一同在科林蒂安并肩作战,而巴甲豪门科林蒂安对奥斯卡罗梅罗也非常的感兴趣,从环球体育的报道可以看出。 近段时间,申花外援奥斯卡罗梅罗已经有了想要离开中超的想法,他希望和他的哥哥一起在巴甲联赛踢球,虽然该媒体并没有透露双方是否有进行谈判,但奥斯卡罗梅罗在此时想离开中超确实非常的不值夜。 要知道,中超联赛的转会窗现在已经关闭,而申花队内已经有一名外援受伤,按理说,在球队急需抢分的情况下,作为申花的第四外援,应该主动为球队站出,来,可此番。 奥斯卡罗梅罗却想着要离开中超,这真的十分不妥,目前我们虽然不清楚奥斯卡罗梅罗为何有这样的想法,但何以肯定的是,如果在中超还没有打完一个赛季就想着半途离开,这只会伤害自己的形象,因为,没有证明自己就离开。 在外界看来这样的做法就是逃兵的行为。 在外界看来这样的做法就是逃兵的行为。